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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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前辈之殿 我还有事 我先告辞了 跟我玩这个 玩这个我可是行家 来 小野军 你带这么多人来干嘛呀 小野军 小野军 你不能进去 哥 你不能进去 哥 你这是干嘛呀 渡边老师 是 哥哥 都已经问出来了 明天会有一艘船到达港口 四美小队的人都在上面 港口是英美租界的范围 我们这样贸然行动 真的不需要请示一下渡边老师吗 这是我们的私事 没有必要去搭交渡边老师 按照我安排的去做吧 每次 哥哥向你保证 一定会让杀害你的人 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就是英美租界的秘密小马 没几个人知道 小二人呢 不是说好来接打吗 有队带快撤 他 你怎么才来 东边剑 咱撤吧 走 撤 说 沙道里怎么回事 我奉老爷之命 昨天凌晨便在码头等你们的船 傅晓 杀出几个日本人 几个兄弟都死了 只有我逃了出来 看来我们回上海的消息 早就信了 快走吧 等到了家再商量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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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走 双赵 走 Euro 人的front 人队 人的态 camera 让开 让开 都让开 这是阴法 不能用出来的 走 走 快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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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 愚蠢至极 是要你到租界 去打开杀戒的 如果你们的人 被薰副方抓去 这个责任 是替你们承担 杜边老师 这是我一个人的计划 我只想给死去的妹妹 一个交代 对不起 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行了 小野军 所幸的是 你们都穿得是便服 这件事情 我替你去解释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作为一个帝国的军人 作为美籍官特工人员 凡事要计划缜密 不能感情用事 给你添麻烦了 我把你从刑场上救回来 不是让你这样愚蠢地 消耗自己的才能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回到上海了 不光我知道 连日本人都知道 四奶奶 由我直言 你们这次的行程 保密工作做得和不大好 那你这次来 是特地来救我们的 当然 不过也不能白救 有件事情 得希望给出马 什么事 我们有个特工叫张运才 被七十六号抓捕了 而且受了重伤 现在在玛利亚教会医院里 这个消息是医院里 一个爱国的女护士透露出来的 这个张运才是我们军统的密码员 整个华东地区抗日组织新密码的破译方法 他都知道 一旦边界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尚风让我找到你们 请你们必须在他出院之前 把他营救出来 没问题 只要是抗日的事情 我们都支持 说说你的计划吧 暂时还没有计划 不过 那个透露消息的女护士 或许能帮助我们 可惜是六号的人 一直都把医院看守得很紧 小马一个人救出来可不太容易 再不容易也要救 而且还要赶在他出院之前把他救出来 如果来不及呢 杀了他 现在交给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 我们抓获了一个军统的情报人员 他的手上有一份中美双方情报人员的通话记录 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证据 据说是中国的军方情报部门 破译了我们的作战计划的密码 中国人军队的情报部门 有这么强的破译能力吗 我不太相信 您收到这份通讯记录 对我们究竟有什么作用 有了这份材料 我们就如同 有了同美国政府谈判的砝码 他们兴许能够重新考虑一下 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出兵计划 这样我们就能够赢得时间 利用我们在中国这个有利的战场 使自己历日不败之地 被我们抓获的中方情报人员叫张运才 他现在在租界的玛丽亚医院里进行抢救 这回小日本可吃得大亏了 诺威严重了 如果不是您和高先生帮忙 我们的任务哪能完成得那么顺利 我出这点力算不上什么 出生入死的都是你 对了 明天我要去趟香港 这边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龙爷要走 最近上海的事比较多 我也累了 想出去赞那些 我原来呢 一直担心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他以前是游手好心 好吃懒做的 可自从跟了你们 我发现他长进了不少 赵公子聪明 将来必定会成大器 这个我不敢奢望 也是他妈走得早 让我给关坏了 高先生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件大礼 大礼 送给我 чер尽 就是他 差点要了我的命 很想直接把她扔姜书 后来听说对高先生可能有点用 就先留了两天 这不是潘雄吗 别来无恙啊 还挺会伪装 龙爷 这个人对我们没用 好 来人 把他扔江里去吧 是 慢 龙爷 您问清楚的为什么要杀你了吗 我在江湖行走这么多年 要杀我的人多了 回去懒得去吧 龙爷 豁大呀 失利洋场啊 血雨兴风剑多了 不算个事 这个人爱财如命 而且他不是你们青帮的人 跟你没有利益关系 他想要杀你 必定是有人指使 陆小姐提的这个想 倒是及时 那二位的意思 先留他几天吧 等我们处理完一些事情 再查他也不迟 好 那就让你多活两天 多活两天 我明天要去趟香港 可能要走一段时间 那你们二位请便 你们把他看好了 是 站住 站住 进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站住 干什么的 干什么 来医院看病 能干什么呀 这是病房 门诊不在楼下 看 看 看什么看 赶紧走 走就走 凶什么呀 有什么情况吗 楼上没什么情况 明天就要给他送到渣北去了 你们把这儿过刊好了 千万别给我出什么插座 听见没有 听见的 秋子小姐 大白天的 我见鬼了 是啊 你说 是不是日本婆娘都长一个样 不管了 先回去 绝对没错 就是小哑巴 那几个特务还管她叫秋子小姐呢 是吧 对了 小哑巴还说 他们明天下午就把那个人送到渣北去 小哑巴死了 不管她是谁 你们提供的情况很重要 现在 整个医院都被西十六号严密监控了 想把人救出来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上风有令 实在不行 杀了她 这个任务我可以完成 从外面的制高点 可以清楚地看到医院里的情况 杀菌头 这事我愿意干 赵菲呢 我一天都没看他人眼了 水 我要喝水 有人吗 拿水 没水 连我们大哥你都敢碰 还想要水 可死一个王八糕子 水 我要喝水 你先出去吧 少爷 潘先生 吼什么呢 我要喝水 我要喝水 你也有今天呢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今天你可算落在我手里了 别急 让我好好想想怎么折磨你 你是想竹签子扎手指呢 还是坐老虎凳啊 我要喝水 水 好啊 好啊 来人 来碗水 哎 老子还不伺候你了 来人 把这收拾了 渴着这小子 小小子 只要是 你什么 你在哪里 我去教训一下那个姓潘 她得怎么样 捆得跟纵的一样结实着呢 走 看看 走 跑 走 走 走 张允才 国军少校 军统编号7606 你好 我是小野 张先生 现在这个房间里 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您能告诉我 那件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吗 什么东西 我不明白你说的话 跟我说话没有必要兜圈子 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杀了我吧 您那么想死吗 你们金筒特工的牙齿上 都装我轻化甲 一旦任务失败了 只要轻轻一咬 一用依据你们奖委员长的话来说 可以成人了 但是张先生 你并没有这么做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有求生的欲望 说明你根本就不想死 好 好 好 放松张先生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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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张先生 放松一下 放松 放松 我知道 人不想死的原因 有很多种 我个人觉得 牵挂最重要 我知道你的牵挂是什么 你干嘛又自己去招惹那个潘大爷啊 都多少回了 真捣乱 疼 活该 你这都是自找的 要不是因为你 那潘大爷能又跑了吗 我说你来就是要骂我是吗 对了 你不是护是吗 过来给我揉一揉 都不能动了 快点啊 真的不能动了这 哪啊 这这这这 这儿啊 这儿啊 这儿 对 这样行吗 行 再往下一点 这儿啊 对对对 别光捏 把我捶两下啊 再往下 我看看 到底踢哪儿了 就这儿 哎哟 有点痒 你帮我擦两下 讨厌 哎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啊 谁说要嫁给你了 谁不要嫁给你这样的男人呢 找调 谁不找调 你凭良心说 我赵飞从认识你之后 什么白了门那些女人 我正眼瞧过吗 再说了 我们家里这么大家业 我不要了 爹也不管了 我跟着你参加次美小队 我一起去抗日去 对 有些事情呢 我做的是不好 但是我在学习 我在努力呀 这样 你就告诉我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这么说你答应了 等这次任务完成了再说吧 那还不快去把药给我端过来啊 我疼 你喂我 自己喝 你喂我 你喂我 看你干吗呀 别听着我 谁 谁稀安呀 你们来了 快进来 请坐 请坐 坐 行 张艺台的情况怎么样了 已经好多了 但是还是有点虚弱 能下地走路吗 勉强可以 我只能帮你们混进去 但是能不能帮你们弄出来 我就不敢保证了 那边到处都是76号的人 还有巡捕 巡捕 巡捕一般都只维护租界的治安 怎么这会一屁股坐到 是日本人那边了 欧洲已开战 法国人就投降德国了 日本人是德国人的盟友 法国巡捕有这种态度 很正常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你们怎么把一个大活人 从那么多特务的眼皮底下救出来 放心吧 我们已经有计划了 美女就是美女啊 穿什么都好看 大家使成之后 在这儿汇合 高先生 这是别墅区啊 对啊 这是我们军统当年 招待南京高官勇的 今后 就招待你们四枚小队 好 走 走 走吧 杜贝老师 东西的地点我们已经清楚了 秋子已经去拿了 好 小野军 我没有看错你 东西到手之后 马上送到我这里来 嗯 报告机关长 外面有个姓 判着中国人找您 他说您欠他的钱 拿着 铁牛跟娇姐花儿这女儿 都是你 你怎么招待啊 你怎么招待啊 我现在是谁 你怎么招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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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牛跟焦姐花儿进去了 高先生他怎么还没来 等等吧 他们一会儿就到 三哥 你说这次任务能成功吗 一定能 你怎么这么肯定 我觉得是共产党不一般 连高先生那么有能耐的人 都得靠着他们 跟着他们干 我心里有底 看来你也被共产党吃话了 吃话就吃话吧 只要是打鬼子 让我干啥都成 潘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你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我失败了 赵天龙防范非常严密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那你还来这里做什么 我还想要两根金条 你没有完成任务 我不向你讨回 作为定金的两根金条 也就算了 还想再要两根 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我会给你一个重要的情报 我会给你一个重要的情报 我觉得它只两根金条 你可真是个流氓 我怎么知道 你的情报有没有价值 杜边先生 这儿好像是你没机关吧 我的情报没有价值的话 你会让我离开这儿 什么情报 什么情报 看来你今天是有备而来啊 好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到底是什么重要的情报 你是不是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在玛利亚医院啊 不光我知道 共产党的刺美小队也知道 而且我知道 他们今天下午要把这个人救出来 我是小爷 我是渡边 你马上到玛利亚医院去 是 快快快 集合去玛利亚医院 失败 雷森哥 高先生他们的 ин 是 κ 就是 是 你是 也要成亲了 明云 下来 我已经去 干什么 医生寻枕 来看看患者的情况 寻枕 刚刚有医生 已经来寻过枕了 怎么还寻枕啊 这是医院的规矩 我们现在要给患者换药 如果你不信 可以问院长去 换药 换药你怎么不拿药 爷 你说不说 你说不说 说不说 你看 你剪我头发干什么 你说为什么呀 镯子呀 刚刚还在也没呢 不是 你偷到谁去了 谁拿你镯子了 谁拿你镯子了 就你 就你 你拿 你送你 到什么 快点去 到那边去 到那边去 快到 师傅呢 快点 师傅 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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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就是没有 师傅 张晏晨 我们是来救你的 三哥 那不小哑巴吗 长得真像 这要不是大白天 我还真以为见着鬼 胃胗 我们就是 老人的 为 有位王先生来电话 哪位接一下 给我 站住 赶回总部 对 马上 这边有重要人物 是 谢谢啊 邱子小姐 王主任说这有重要任务 让我们马上赶回总部 你们先去 跟我走 哎 枪老婆出来 王主任 别让你们到达 是王主任告诉他 胡说八告 让开 不过没得住房 不好了 三哥 你们可没要出事了 我先去看看 少爷 先看看情况再说 香兰在里面呢 少爷 别冲动 姓老婆 你们是不是出事了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你们在这儿接一路没解 我找个制高点 掩护他们 就说你你是小偷 谁是小偷 你 你 你 兄弟们别说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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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 你是不是想找学生 我还找我啊 你找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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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 刚才我洗手还在呢 镯子 怎么就 怎么 怎么 哎 哎 哎 原来在这儿啊 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误会 误会 好 走吧 走 走 走 哎 你给我回来 不赖我 哎呀 我不干了 你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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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都骗了 像什么众 你打我打的 Zither Harp 出发时刻 天目降临 我已决心 独自离你而去 夜空阴暖 不畏惧孤单 指引你的怀 暴雨寸温暖 回向离别 长短心转 只让挽回 几件心坚韧 闭上双眼 划下指尖 我的爱人 你再也看不见 如果我将要 离你而去 请不要再 让我哭泣 我要你抬头 仰望三周 冲破那茫茫黑暗 如果我将要 离你而去 请不要再 为我孤寂 我要你抬头 仰望三周 我要你抬头 仰望三周 我要你抬头 仰望三周 冲破那茫茫黑暗